最后两个方法 两个技巧 其中一个就是提供选择 提供选择就是让对方知道 其实他现在面对的问题 有多少个情况可以选择 有多少个情况可以选择 对方可能不知道自己想不到有什么选择 举回刚才的例子 例如刚才的太太 他不一定是离婚或不离婚 可能有一个中间的路可以走 例如可以冷静点分开一下 我们可以分析给他听 他现在面对的情况 可以有多少个解决方法 而每一个解决方法有正面 有负面可以分析给他听 以及每一个方法他要面对什么情况 最后一个就是提供资料 如果对方有些事情他未想到 有些资料他需要 但又未想到 我们可以提供给他 例如他回到刚才的太太的例子 他可能需要找律师 找律师处理他离婚的事 给他一些资料 这些方法也是可以帮助他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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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